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擔心說有些同學 可能會也許一下子我講太快 你聽不太懂 或者有些細節你沒有辦法跟上 那請各位回去自己再看一下 像剛剛那個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圖要做也不困難 但是你只要少一個動作 你可能這個做錯了 後續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那當然會有問題 比如說我們什麼時間的切單件最多 那它其實也提供給我們這個欄位 所以這個欄位比較簡單一些些 這個欄位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不用 除非說你要把它資料做切割 用別的方式呈現 才需要做其他的動作 不然的話 其實你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就不需要重做 按確定 然後你只要需要什麼 發生時段 然後再到什麼 發生的那個值有沒有 那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我看一下 排序部分的話 應該我們想知道 哪個時段失竊最多 那一樣 你可以資料裡面的什麼 Z到A 最多的告訴我一下 喔 失竊的時間最多的 就是這個時間 10點到12點有沒有 然後呢 其次的話是12點到14點 那大概是白天 所以小偷一般想法 大部分都是半夜闖空門 感覺好像現在小偷 不見得會是晚上的 白天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OK 那大部分都趁你什麼 趁你出門之後有沒有 去上班上課 那同樣的方法 我們只要取前10個 或前5個也可以 那一樣什麼直篩選 前5個就好了 你就把這邊改了5 然後按確定 最多時段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 你可以一樣的方式 把它切到分析裡面的 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做一個什麼 這個數量 有沒有 就馬上清楚了 那你可以看到數量 這樣會更清楚 好像這三個時段 雖然說有多寡 但是好像差異性不大 最多的 那其次的話 是這個時間跟這個時間 OK 不過這個時間 大家都應該回來了 闖空門好像太勇敢了 就OK 所以大概是這樣啦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顏色 比如說這個顏色要變更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填滿 填滿顏色 你也可以什麼 再去把它改成紅色 比如說這個時段 有沒有 那這個時段 就可以很清楚了 一目了然 OK有沒有 所以特別小心喔 小偷最喜歡光布的時間 就這個時間 OK 其實這些功能我覺得還滿好用的 像我也都會特別 針對像我們家裡的那個水電費 有沒有 電費、瓦斯 我也會做這樣的表 然後也可以看 像我們家電費 最近真的就降很多 有沒有 也許可以換一些比較節能的家電 真的有差 OK 也可以畫個表 甚至我有時候把那個圖表 直接貼給我太太看 你看 他就說原來我們最近這個節電 真的還滿有成效的 OK 所以 這樣感覺 其實在處理資料 就 非常的 我覺得就是 清楚了 那另外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一個訊息 比如說 最近幾年 到底那個 這個柯P上任之後 這個到底 治安變好還是變不好 OK 我沒有任何政治色彩 我們上課也不要講政治 主要針對這個資料 那當然呢 我們主要是希望說知道什麼 哪一年 有沒有 哪一年 所以你會不會發生日期裡面有年 可是跟各位講 這個年的資料 他給的 其實不是標準的格式 所謂的標準格式 應該是七月年 而且 年跟月 跟日中間一定要加斜線 才是標準的日期格式 但是他給的不對怎麼辦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知道說 民國年是哪一個 就前三個字 而且這個資料剛好都前三個 所以呢 我就在H欄 增加一個年 然後很簡單嘛 其實前三個字就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用 文字類裡面的什麼 前面嘛 LAT 有沒有 然後 資料在這裡 給三個字 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 得到的資料也是 也是文字喔 不過因為我要統計的 反正就是 哪一年啦 所以你把它轉成 有沒有轉成數字 好像似乎沒有影響 所以直接向下 點兩下 那再來我要怎麼知道說 哪一年最多 其實很簡單嘛 第一個 先產生年 第二個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就是在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對不對 對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年了 不過跟各位講 假如說你將來 插入書的分析表之後 發現明明有年 可是卻沒有出現喔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邊有重新整理 如果這邊沒出現的話 那你可以按一下重新整理 因為有的時候 你多增加的 它並不會自動幫你把它加進來 你可能要自己手動 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把年怎麼樣 放到列 把年再放到值 你會發現 它就幫我列出來了 那當然喔 我就不用排序 因為剛剛我是資料裡面 按Z到A啦 可是你會發現 Z到A 好像有按跟沒按一樣 為什麼 因為 失切的 好像剛好就按照什麼 越來越少的趨勢 OK 所以呢 真的耶 柯P上按之後好像 資安好像是不是變好 那再來 如果我要呈現出 有那個 時間的資料多寡的話 是建議什麼 用那個 蘇聯分析圖裡面哪一種 其實折線圖會比較好 有沒有 所以折線圖的話 而且最好有節點 還有那個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這樣有一點一點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標題下一個 例如說歷年 應該或者說 104年到110年 這個治安的數量 有沒有 的那個數量圖 OK 呈現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趨勢上來看 有沒有 從104到110年 它是下滑的 不過因為這個110年 提供的資料就到9月份 所以等於是少一季的資料 OK 不過當然也算起來 如果再增加一季的資料 好像也多不了多少 你會發現 即便Double好了 好像也不會超過那個109年 所以可想而知 台北市的那個住宅的竊道 似乎是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有沒有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 那各區呢 中山區 是不是也變更好 你可以怎麼樣 兩個條件 可以再針對什麼 針對中山區 那個區的部分 可以放在什麼 放在這邊 有沒有 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把區放過來之後 哇 那這個圖就馬上顯示出來 也就是說 它會做一個交叉分析 有沒有 這個樞紐分析又更複雜了 哪一區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 你主要分析的 你請你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 這個軸 那次要的話 把它放在欄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十段 如果又多一個欄 多一個欄位想分析的話 比如說 我還想分析那個十段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它放到這個 篩選 上面可以 十段部分 比如說 我想知道 十點到十二點 哪一個地方的切斷按鍵多管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邊也會出現 也就是說 其實它的篩選方式 其實主要提供給你三個 一個是列的篩選方式 一個是藍 一個是篩選 那這個為主要 這個為次要 這個為最次要 好 OK 有沒有 那針對的是哪個資料 哪一年發生的切斷按鍵 OK 當然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想說 老師我不用這麼複雜 沒關係 你就再把發生時段 拉上去 它就去掉了 有沒有 這樣就沒有了 OK 那如果你說 老師我不要區了 你也把它拉上去 區就不見了 剩下來的話 就是哪一年 有沒有 所以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可以簡單 也可以複雜 你會發現 其實這樣看起來 你就很明確 可以看得出那個 每一年的治安變化 每一個區的治安變化 都可以把它綜合 在一起做分析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重點 一在這邊增加一個年 二的話呢 那就再插入一個 枢紐分析表 OK 當然另外我順便講說 如果我想要知道 哪個月切斷按鍵最多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一個月 然後針對那個月去做分析 哪個月份的切斷 機率是最高的 好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